霸王花煲腺骨 一定要霸張磊 你幹什麼? 我何止氣韓氣喘 我簡直是激到頭殼頂飆煙 誰激到你 除了我企劣頂心慘 還有誰令我那麼傷心 上星期 小龍宇文測驗 他居然連作文都還沒做完 拿出個司法禮 不單止這樣 剛剛老師還告訴我 可能他怕我罵他 他煞膽到冒充我的簽名 你說是否叫我來 還不是 還不是,叔叔 教小朋友要慢慢來 是呀,慢慢來 我的孫子也是這樣 上課時睜眼睡 中午教就不見到人 一個月被老師投訴四次 幸好我的心夠堅強 否則早就激到,躲下了 是呀 家下的小朋友是認真難教的 是嗎 你說多一句,他會頂你 你說少一句,他就當你沒有泥 是嗎 不行 我一於今晚就騰跳燜豬肉 我要燜到他入 不敢過這麼大膽 竹師奶 其實是小朋友還沒生性 你這樣哭打哭殺 你會激傷自己 你… 你怎麼這麼勞氣 竹師奶,轉換話都聽到你的聲音 你也真是 說真的 如果藤條燜豬肉有用的話 哪有那麼多失足少年 再加上 小籠包牛膏馬大 現在是反叛旗 你越是敢逼他 他越反彈得厲害 懂得其反 是呀,不行的 教他,他又不聽 打他又不行 那你們告訴我 我應該怎麼做 我應該怎麼做 謝謝 竹師奶 不是我教你 大家分享一下 你說… 我就覺得 教育藝術最高境界總結四個字 怎樣 哪四個 無謂而止 無解 我一向很推崇放養式的教育 爸爸喜歡何時洗澡便何時洗澡 喜歡何時做功課便何時做功課 喜歡何時睡覺便何時睡覺 我完全不參與 大人又沒有壓力 小朋友又輕鬆 無謂而止 就是父老懶你 洗錢吹水 吹水 是呀,可以嗎 我是不是吹水 我兒子來了 你自己問他 爸爸 出帽帽帽帽 爸爸 喂,太陽下山了 還四周這麼油油蕩蕩蕩 媽媽叫我來買豉油回去 嘩 這麼聰明 懂得幫媽媽忙嗎 喂… 你看看她 小可快畢業了 買豉油有什麼 我小時候 一、二年去幫我爸爸買啤酒 嘩 老老實實 做了功課沒有 是呀 功課這些小事 學校便已經完成了 嘩 這麼聰明 來來來 進來買豉油 嘩 洗錢吹 你真是有辦法 教你的兒子這麼自覺 如果我的孫子有你的兒子一半 我就奧利吉利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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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高雲我打 你不搶啊 喂 洗錢吹 你自己玩遊戲就算了 你還帶著兒子 你想害死他呀 不誇張啊 你以前的作文都用誇張手法的嗎 玩個遊戲仔 又怎麼害他呀 人家有一句話說得好 學要學得夾實 玩而學得痛快 兒子 還有啊 你下下關注了孩子 以後怎麼讀 搶又危險 兒子獨不獨立啊 一點都不擔心 都是你這個人啊 能不能獨立 按你打個問號了 嗯 跟你說正經了 嗯 過兩天又帶著香香回荷南老家了 你說到時候就剩下你們兒子了 你這個樣子讓人家放心啊 兒子啊 跟我成我都有份啊 我難道不理他嗎 你瘋了 你走 你下一輩子 說得好聽 哎 不管啊 這段時間要是兒子身體狀況 還有這個學習成績出了什麼差事 安全全算在你頭上 算在你頭上 放心了 放心了你 走 我這個水池裝滿要三個小時 放好水也有四個小時 問 一路開水喉 一路放水 多久才會裝得滿 喂 這什麼題目 我在APP裡面找的 很多疼我都解不出來 好 喂 喂 喂… 學嫂呢? 嘻嘻嘻 平時呢 槍勝佳你認第二沒有認第一 你這條騷子最精 你看這題是否能解答 即是這樣 即是一百以內的加減性罪 我沒問題 但你這麼深奧的問題 即是他認識我 我便認識他 不是呀 讀書那時候是高才生 你上學我又抗火 你做功夫我抄功夫 你現在問我回頭 不是吧 我都不知道他在哪裡看這些題目 你說真的奇怪嗎 家事的小朋友已經很沒大壓力了 還出了這些題目 連我的大人都不懂得回答 你說是否不懂得回答 你用甚麼煩 上網查問 有人出題 自然有答案 不行… 你這樣跟作題有甚麼分別 現在要他做這題目 是為了培養他的學習基礎 學習興趣 培養他成為一個 完全可以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人 那你說得對 即是是解決問題 而不是解題 哪有人這麼笨 胡亂出題 你誤人之題 你看 這頭入水 那頭又放水 那甚麼時候已經搞得完 這麼笨的人 你是老闆 一腳踢他醜 浪費 嘩… 你這樣說 就像你這樣 真的浪費 真的很浪費 這題 出得奇怪的 簡直是五人之低 依我說 就像我一樣 成績雖然是差 但我懂得獨立思考 我一於解決問題 而不是解題 惡我 喂… 兒子 聽到沒有 他就說得對 你怎麼看呢 以後全都不好看 越看 人越猛 對了 即是我做一個老師 那不可以幫我賣單 說兩句想收錢 雙創你的心 吃飯… 那自己的家也不像 那你又怎會呢 站回來 真的 來 爸爸我回來了 幹甚麼… 幹甚麼… 頭疼疼的… 幹甚麼… 老師快平你了 你又說兒子很聰明 幹甚麼被老師批評 那就是證明老師的關注度足夠 對爸爸的要求度又夠高 不僅要他好 要他更加好 對… 經常都說錯 老師說明天要舉行一次 微型家長見面會 微型家長見面會 爸爸 爸爸,竹婆婆也做了好幾年家長 對… 從來沒聽說過 究竟有多微型 對 就是我和爸爸 老師三個人 那不就是見家長 對… 最近我看到爸爸在做業上的質量嚴重下滑 很多課堂上 我反覆說過的基礎題 他都做錯了 我聽他說最近他媽媽回到河南 所以在功課上沒有人輔導他 所以想向你求證一下 怎麼這麼說的 臭小子 老師呀 冤枉了… 其實是這樣的 我要爸爸自己去做功課 希望培養他一個獨立的性格 希望他做一個負責和有積極性的人 也希望他可以做時間的主人 不要給時間牽著他走 即…我也有看著他做的 培養小朋友的積極性和責任感 當然非常重要 所以從今個月開始 我們查了活動 需要家長和小朋友 一起完成一系列的任務 既可以響應國家全面推行的素質教育 又可以培養小朋友的綜合能力 沒有問題 你看 很簡單 十頁八頁子 老師,你放心吧 我今晚立刻就捉住他 趕快做他 看得他實一實,好嗎 爸爸、爸爸 你搞錯了 這幾張不是練習卷 是我們所有任務的提綱 每一頁子就是一個任務 需要你和爸爸一起記錄 整個任務的過程 收穫和心得 包括課外閱讀 監務勞動 種花養魚 老師,我聽你這麼說 每一頁子是一個 目錄 喂,老公 你那邊怎麼回事 我才回河南幾天 任老師的投訴電話就追過來了 說兒子的作業正確率明顯下降 他寫完作業 你到底有沒有給他檢查過呀 哎呀,就是 小朋友做功課錯幾題很正常 有誰一出生做題不會錯的 有誰每次考試都一百分的 是吧 就是一時間的失敗 不代表永恆的 是吧 我和你保證 總之不會再出現同類情況 是吧,好嗎 你這態度就不對 啥叫錯幾道題不是事兒 老爸,你是不是煎焦的東西 哎呀,我的魚 你說你媽媽真是被你氣死了 明知人在煎魚的時候打電話來 又嘗氣又沉雞丁不暖 搞得明明是 紅燒魚變成炭燒魚 老爸,這個美食作業 今晚要交的 我要上傳圖片的 現在怎麼辦 你說定吧 廣州,畢竟是對美食之刀 只要你錢包總賬 你不用怕二十四小時沒東西吃 最多你老爸我就吃虧些 幫你點個外賣 哎呀,老爸 你點到沒有 我再多做完 哎呀,不要急 我比你還急 你看我一文傳網 煎啊,炸啊,水煮啊 酸菜魚,各樣都有 就是沒有紅燒魚 話說回來 你不思有鞋 大家是廣東人 你點點大家廣東的菜 都要加完 他應該怎麼辦 你點什麼 你點什麼 那… 我唯有把燒魚照發上去 那… 怎麼都好 沒功夫交,對吧 哎呀,行了,行了 來… 來,幫我吧 來 嘩,有生意不做 在這裡打機嗎 不是呀 我現在上網 幫我兒子賣書 你不要坐著我 你又不是書鄉門帝 買什麼那些書 哦,都像家空 不是呀 是這樣的 我的班主任 報主的功課給他 就要家長 跟他一起 就看五本課外書 看完之後 還要寫一千次以上的 讀後感 我心想 我這麼有文化 我就不用拿剪刀 吃了 就算是叫你去找一本書 那上網 嘩嘩嘩嘩 就有了 不用你了 整個五堂的樣子 你不說是由志賀 說起我爸爸幾乎 我發覺現在上網買書 本盤都四五十元 喂 喂 兩塊幾三塊水 何包到尺 喂 輸的嘛 不一定要買的嘛 可以借的嘛 難道你兒子跟你說 爸爸 我要喝牛奶 那你又在你家畫廊那裡 養兩隻奶牛 問人借得不行 有些道理 那問誰借先的 不敢 坐 我知道 不用拍這種馬屁 你們倆是無事不能三毛 有什麼話就說 哎呀 老卓啊 你這樣都給我見外了 大家一場街風這麼多年了 沒什麼做 村南門聯絡感情 對 好像一場而已 沒錯 小小生意 哎 嘿嘿嘿嘿嘿嘿 你們倆瘋了 對 終於都送到 聚會幹部的家裡來了 嘿 你這是幹嘛 害我呢 我把我和你推了 說這些你就沒有人了 是嗎 相識這麼多年 三幾十年的感情 嗯 那小小意思 你就收了它買了 我跟你說 這個東西 做什麼呀 不怕做 哈哈哈哈 疑似性的 嗯 就說等著 好好 那算你上次把我頭髮做壞了 算賠我的 好好 沒事了吧 走吧 我看看收集資料呢 快點 上去 喂 剛剛才說 十幾年相識 那你用不需要 用挖頭數把出來趴人扯啊 你上網查什麼鬼的資料這麼厲害呢 我跟你說啊 這個厚良太祖租溫 這個豬 哎呀 這個 哎呀說你也不懂 你趕緊走吧好不好 不不不不 豬溫嗎 對啊 喂老祖啊 你平時派些什麼蟑螂藥啊 老鼠藥那些東西呢 你也管吧 豬溫都要你管嗎 喂我們市中心來的啊 哪裡有豬籃啊 豬溫喔 兩個朋友 這個 豬溫啊 你說呢 我說的不是禽流感那個豬溫啊 這是厚良太祖豬溫 上網搜集點資料是為了提高創作效率 下我的吧 小姐 走 好 走 走 走 喂 啊 小姐 來老爸 幫你搞定了那一千字的讀後感 來來來來 老爸 你不是要我看電子書嗎 媽媽說很傷眼的 傻子 我哪寫得傷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有問題 又要付錢去判眼鏡 我哪有這麼傻 我不是幫你找電子書 我不是幫你上網找讀後感 那不是就是抄襲 抄 懂不懂好好說話嗎 什麼抄抄聲這麼難聽 叫遮鑑 遮鑑 嗯 那老師我們觀察小科豆變成青蛙的過程 怎樣 嘿 你老爸我哪個 聖字趴來嘛 吃腦的 早就幫你考慮了 一齣電影 有一個經典的台詞是這麼說的 如果用一分半鐘 你可以看穿事物本質的人 和用一輩子都看不穿事物本質的人 他們兩個的命運 是有天怨之必的 爸爸你知道我倆在說甚麼嗎 為什麼我聽不懂 不要打亂我 簡單來說 你整個過程 從科豆到青蛙 你的目的是甚麼 做一個PPT 對嗎 只要我們把PPT做英俊 那我們要不在乎過程才行 對嗎 我幫你想好了 一會兒 拿我的相機 再拍幾張漂亮的照片 做好一些PPT 交功課就可以了 拍照? 又要我作弊 你這次畫法要解了 甚麼是作弊 這些叫吃佬 一會兒你拿著相機 拍科豆有美的時候 兩隻腳的時候 四隻腳的時候 還有變成青蛙之後 照片多拍幾張 拍得漂亮些 做PPT做得好看 不要穿布 大橋 我說過很多次了 除房中地 你行人莫盡 還要我做事的時候 忙到死 你不要進來 妨礙我 喂 用不著這種態度 有生意做不做 生意? 當然做吧 你要點菜 就是吧 外面掃的馬就可以了 用不著進來除房嗎 我要芽菜 生的那些 有多少給我多少 你那裡下不了 甚麼 生的芽菜 快 搞定 兒子 搞定嗎 搞定 你爸爸我也搞定 甚麼 在哪裏搞來的 你不要管我 在哪裏找回來的 總之這件事 我會幫你完成功課 好 待會你把芽菜 一條條的插在碗裡 這樣看上去 就像自己真正自己發出來 那豈不是很麻煩 喂 我現在幫你解決了問題 芽菜幫你賣賣 放下去也嫌麻煩 不要做 不要搞功課 被人罵 不關我的事 自己想想 我拉我拉我拉 我拉我拉 大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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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樓樓樓樓 你這有沒有啥冰的 可以喝的 我 你給養瓜了 熱死我的熱死我的 讓我先解解渴 我 喂 大嬌廢樓樓樓樓 特產啊 我懷疑 就是因為 拿著大嬌小嬌的 搬地鐵 反正菜又熱又累了 好心理 行李這麼重 你老公幫你拿 剛剛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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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又上你們家吃飯來 那又不是 他過來這裡 就買兩斤生牙菜 剛剛走沒有三隻紙 真的差不多 對對對 你說人家回去一趟老家 總算買一套給B的 能下廚房給兒子 做頓飯了 那又不是 他過來 買這個生牙菜 是因為 學校要求你兒子 要發牙菜 他就買兩斤生牙菜 補償 當交功課 多聰明 不是 不是 你不是不認識你老公 是嗎 你還叫做什麼 四肢不勤 五谷不分 你指他買弄子飯 你走了人隻熱 兩隻爺爺天天都過來我這裡 吃快餐 啥 啥 按著走這一個月 他們爺爺天天過來 媽媽 你問你兒子 剛剛好 拜拜 這會兒跑過來 爸爸叫我來拿我買 哦 是 拜拜 你跟媽媽好好說 媽媽回老家的這一個多月 你跟爸爸都吃點啥 沒有 他 他一隻熱就三十篇 他兩隻爺爺 基本上可以中我的那個餐牌 有頭就點到六頁 大小子來的 可不可以吃了 那邊人送給我 太過分了 按照之前明明跟他說 讓他照顧好兒子的 他居然天天帶孩子過來點外賣 籍 自摸等 自摸等 別… 別… 你聰明一點 你怎麼下午兩天又在想 不是 你別怪我爸爸媽媽 爸爸要鍛鍊我的獨立生存能力 他教我要吃自己 吃自己 是呀 他說我 他平時也是自己上班 自己打遊戲 自己睡覺 我學他 做一個令人放心的小朋友 是呀 原來是這樣的 你看你老公 教到兒子多三性 其實你們兩個人 只不過是教育方式茅頭